张绍涵和范范范为期日前一同录制歌唱节目 睽違七年为同台的他们让成年恩怨再度被掀起 就连零互动的合作舞台也被翻出 现在又惊爆张绍涵拒收范范的结婚喜饼 范范结婚时迎宾客名单没有张绍涵 而被张绍涵的粉丝不停攻击 但今日却根据知情人士爆料 范范曾将喜饼快递给对方 但却遭到无情退货 此举让范范相当心灰意冷 而这段情谊正式宣告终结 对于此事范为期和张绍涵经纪人都尚未做出回应 黑人陈剑舟则表示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做回应 每次都无缘无故扯到我们这样很不好 对于传闻感到相当无奈